其實我對於港股的看法 一直都不是太過悲觀的 特別現在落到兩萬三千多這些位置 你問我見了底味 我經常都說你要猜底在哪 其實難度是很高的 你問我究竟兩萬三是底 還是可能會再跌到一千點兩萬二才是底 這件事說真的 都沒有什麼可能很準確去判斷 也都有這麼說 即使現在這些位置 未見到一個最低的位置 但如果你說接下來跌多可能一千多點 但可能是恐慌性一下子扔下去 但之後馬上買回來 可能分分鐘幾天 市場一旦一旦一千多二千點上來都不出奇 所以現時在市況上要猜底是有點困難 我自己的取態都覺得 剛剛講的那些因素 相對就有些負面有些正面 但負面很多都初步是反映了的 特別之前提到擔心一些中概股要退市 另一個股就可能都殺了你 但你又這麼說 基本上你說那些公司在美國真是當它要delete 但其實它有些已經在香港上市 第二上市本身可能有其他資金都會去到買飯 講到尾都是看公司本身的基本面是做得很不好 接下來的盈利增長的情況 如果你說這間公司不是太差的話 或者政策面上面有些的調整 我相信即使你說有退市壓力都好 就不會令到股價無料期地下跌 即是就跟一些造假數 或者本身可能出不到業績的公司 被迫退市就完全兩回事 那些退市你就真的一元都拿不回 但你說這些美股退市 你就不會說渣都沒有 因為特別你第二上市本身香港ADR那些都換回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因素之前市場就有點而反應是太大 另外就譬如可能房地產的問題 恆大違約的 但之後會不會令到整體那個政策上面 更加有機會是放鬆呢 那降準我覺得是第一步來的 降準完準之後可能去到這個月中那個經濟工作會議 都會可能有更加多的訊息出到來 去到下年在整個財政政策 或者一些貨幣政策上面 會還有機會是有個放鬆空間 那另外對於不同產業的 可能今年一些監管收得比較緊 那去到下年會不會有少少微調呢 那這個經常都在內地的經濟上面會發生的 就是當時有時候收益太緊 去到各行各業都好像很難捱的時候 去到之後就會慢慢可能鬆一鬆發 那所以你說在這些時刻炒中之股 在那個低位上面再看得太淡呢 我就覺得不直撥的 那所以即使你說這一刻 整個市都還是叫做反彈為主 那我都相信接下來再向下的空間 未必說真的太大了 是的 譬如說第一站你覺得如果是反彈的話 會去到什麼水平的阻力會比較大呢 那當然第一個位置就是應該24,000 不過按照現在的動力 昨天就是這樣一棍升上來 應該都穿得到的 那就穿到24,000 再上望下一個位置就 看回之前那個橫通道的底部 大概是24,500至24,600左右 是的